哈哈哈 我要去迎接我的老師了嗎 我直播已經開了 喜歡喜歡我喜歡 我抖音是不是很明顯 我要去迎接我的老師 我還是穿鞋子好了 畢竟我穿拖鞋有點 妳以前都怎麼叫他 老師啊 妳幾歲的時候 好像十七啊十八喔 很小 十七十八歲妳現在都已經三十幾 在哪裡 老師在那邊 老師啊 老師在茶水館 欸好可愛喔 欸妳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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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我很可愛 真的 天啊 我說我們上次在台北火車站 匆匆一面妳記得 記得我當然記得 麻辣妳還見到我老婆 對 我記得記得 然後妳還要去迎歌是不是啊 對我剛好去朋友 然後就見到她在台北火車站 然後她 是不是妳先認識我的 對我說老師 然後我就想妳是誰啊 對她已經忘記我了 真的啊我還沒想說妳是誰啊 然後她好像還有 照過很多學生啊 我知道 她太久沒有見到她 她有邀請 還是因為娃娃病很多 她微條條很多 沒有 沒有 太久沒有見面 而且妳知道嗎 我又從紐約飛回來 然後會覺得走在路上怎麼會 然後我還叫到我的時候 因為我愛她 因為我愛她 而且我跟妳講 我想一下 那個時候她還邀請我去紐約找她 好像有這回事 那時候一點錢都沒有 我現在可以去了 妳下禮拜 下禮拜就要去了 但妳還沒委屈 沒辦法Airbnb了 怎麼會這樣子啊 妳要去那裡幹嘛 我要去跑馬拉松 然後 妳到那邊時差妳怎麼跑 我會先 先去 去了兩三點 先去 然後調完時差就跑 然後跑完就差不多要回來 好啦妳年輕妳時差 一下就調完了 我們可是兩個禮拜才調完 真的假的 好啦那我們先進去那邊好了 而且我第一次要去美國欸 真的啊 然後去歐洲 然後第一次去美國 然後就要到紐約 聽說妳家很美 我們也不能去B&B一下吧 只可惜我剛好不在 我猜我猜 因為大家都說紐約很好 我覺得 應該去的時候就很想要再去 妳應該去那裡看看喔 真的喔 真的沒去過啊 那去去了 可是我們在 妳去一個禮拜而已啊 對 那妳真的沒辦法啦 就只能那種快速觀光 妳住在哪一個區 哪一個部落 我就在河邊 河邊 我就看那這個群景 所以如果我 因為我跑我們那個地方 在哪裡 布克林 喔 遠 是不是遠 說不定我跑過跑一跑 還會穿越 說不定還穿越過妳家 是不過的 然後 她很遠吧 她要游泳才可以到妳家 要過河 那妳就三項鐵 三項鐵 喔不行 真的啊 跑一跑之後 然後再游泳 再游泳 然後就到我家 下次啦 下次好了 怎麼會這種時間呢 那妳不用告訴我啦 妳知道沒發生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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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啊 下次 等一下有人 就是要到美國 那妳要去哪 美西亞 不用告訴我 很遠 欸妳都沒有變耶 完全一樣 有啦 中文已經都來了 隨便 那不重要 我覺得沒有耶 有啦我都改過了 哈哈 我猜我們撫平細文 我覺得沒有 有啦有啦 她是十七十八歲 真的是很 眼睛很小 呃 剛簽約 然後後來又解約 對不對 欸對 妳就沒啊 妳就沒了 然後後來是 李星君 叫我要交的 B 只要到十點的時候 她的手機就會響起一個很尖叫的鈴聲 我的腦袖 又響了 下次面對這樣的情況 然後就嫌棄 還有鄭秀文 直播就斷了 現在沒斷 沒斷嗎 直播還有 那我先去打一下卡 好 好那妳們兩個先自拍 好 現在已經有人了嗎 這什麼東西啊 這就是我們HEATFM的直播 然後他們 然後他們 哇 同分答太近了 蛤 現在在直播啊 現在在直播 現在有240個人在看我們 真的啊 對 我剛剛以為你們只是在錄好玩而已 沒有 啊 直播 直播 好遠喔 要不要跑近 然後遠一點 然後不給你們看 只聽聲音就好了 這 直播 我看 怎麼沒有人留言 有有有有 對 老師教過很多學生 沒有錯 這一次我們那個 日文女歌手 就裡面就有三個是老師的學生 哇 你們三個就 老師我們還 我們還在努力 你們三個就適合 你們三個就適合 是不是 都好了 我喜歡你今天的眼狀 前面佳哥 前面佳哥 四隻 四隻兩隻 你看有人說 蛤 看我的頭髮還想要形容 楊基 哈哈哈哈 欸 你知道 我真的有一陣子也是這樣頭髮欸 真的啊 然後他們就說我跟你好相 真的啊 沒有模仿老師啊 真的嗎 等一下 老師一直搖擺好可愛 妳現在是很妙嗎 沒有嗎 其實剛剛她都還沒有 沒有辦法按摩 怎麼會 怎麼會現在我現在 像我學生過來的 欸 她說我們這個畫面 好呆喔 哈哈哈哈哈哈 你手會不會伸 不會 我只是希望 我們的畫面可以美一點 其實我想要買 你沒辦法進去等 等那個 等那個 啊你先幫老師打廣告一下好了 老師的新專輯叫做 未來摩登老 老老老 你們不要去按讚啊 你們 老老老 對 你看 我很喜歡這個風 就是在拍一個很隨性的時候 拍拍 是吧 是很隨性嗎 沒有那個攝影師 擺拍喔 沒有攝影師陳建梅 他本來是要拍 窗邊的這兩個人 然後不小心拍到了 然後就唯一的一張 然後 就這麼來 很自然 因為她看到蘭妮 我覺得她非常的那個 那個 嗯 那時候就非常的 這個 神經質的狀態 然後就看到那 窗邊那兩個 她本來不是要拍我的 哈哈 這一張專輯 有12首歌 我們現在 我們自己很喜歡的是 喜歡喜歡我喜歡 在電台也是一直打喜歡喜歡我喜歡 然後還有 未來摩登堂 就是老師自己唱歌的方式 特別 就是她很喜歡 有點像在講話 的唱歌 就未來摩登堂那首歌 很明顯 然後 或是我們等一下 我們想一下 還有 還是等一下要進節目再聊 對 喔好啊 都要聊完了是不是 我先回來 那我們可以看裡面啊 我們開箱文 開箱文 開箱文 那我們進去裡面開了 進去裡面 可是裡面不是 裡面是沒有 喔有 可是裡面有那個欸 哪個 新聞啊 不是啦 因為中間這一間 看到這個好笑的 這什麼 不是 欸你看我的外套 欸你們兩個通知 要我拍不同的東西 老師我拍包包 你要我拍你的外套 博色天香 因為自從有人聽到 我博色天香以後 他就自己手繪了一幅 我們這樣花 怎麼會啊 上面就寫了 博色天香圖 我今天就會把它搬來 亮相 可是他自己還有簽名喔 欸有人問 如云是老師的學生嗎 不是不是 但是很妹的 對 然後後來 後來他自己也發轉機了 你們衛家都是太厲害了 好愛的表弟也很會強 那你趕快點 對他手上 等一下你要拍你什麼外套怎樣 他我的外套很可愛 老師有國色天香圖 你是 我鍋叫天香回味很好吃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Catitude Catitude is everything 是不是很高追 是那個 這老師翻譯一下這什麼意思啊 我不知道啊 沒關係了啦 我好像查過但我也忘了 貓 貓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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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itude is everything 沒關係啊 其實是叫做Attitude 那可是因為有一隻貓 所以他就變成Catitude 有點像是在 這是那個蘭州伯侯牌 老師那邊 我的東西 我的危機呢 是不是會有那個頭上掉下來的人氣 蛤 沒有 欸對有 頭上掉下來的人氣 我可不可以包起來 可以 我喜歡 老師都會有他的招牌的抖音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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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的直播哪裡可以看到啊 在那個我們 Helan Sam的臉書粉絲團 我剛剛有在預購啊 你已經想看是不是 我還很想跟我先生說 好那你現在跟他說 就要不要看一下 等一下 我有看過他的先生 其實我們 我其實我忘記 我跟老師上次見面是在台北火車站 台北火車站 妳要回桃園 對我要回桃園 然後我就看到老師 因為他很好的人 他笑聲也很好的人 啊 然後然後我就 欸我也忘記是幾年前了 然後老師 大概有 老師五年有沒有 我覺得超過耶 那時候結婚了嗎 結婚了啦 而且是剛結妹多久 我只是在聽你的電話 我只是聽你的電話 你可以去Facebook HitFM 找HitFM 因為它是活動 呢 我已經聽到 它不是聽到 是活動 HitFM FB 你可以看到我 我不是活動 它是活動 不是活動 你可以看到我 這整段翻譯就是你去給我打開HitFM喔 你要看我 你只要開HitFM因為你看看 我知道我只是聽到它 你正在電視台節目 所以就靠近一點 這超瘋的 你看看 你還記得娃娃 我們認識她在台北 main station 太久之前 太久之前 好 Goodbye Bye Bye 她在哪裡啊 她在 家裡啊 紐約的家裡 她在紐約的家裡 那你現在台北還是住我以前去過你家的地方 是的 好的 我跟老師其實認識時間很久很久了 我從那個時候大概十七十八歲 就是跟一個白痴一樣很傻的時候我就認識老師 但是老師他就是教了我很多 其實 那陣子很認真對不對 很認真想喝 而且上好長的一段時間 而且我們還跟王俊傑 啊 記不記得我還帶著你去她家上 到底是為什麼啊 我都忘了 然後她一聽到你的聲音 她就一直跟我說 喔那個我要唱個好好聽 你知道嗎 因為她看不見你嗎 她看不見我 那個時候 學了發聲練習 然後因為我的 從來沒有上過唱歌的課 是 然後你告訴我 關於發聲的 然後還有 聲帶的肌肉要怎麼樣去運用 我覺得那個真的就是到後來 印象我很多很多 然後我還去看了你在小河岸的演出 在那個時候 我整個就被點到 就是有種 的感覺 然後所以我有一陣子的唱法 就變得跟你很像很像 真的 然後一直到 就是有一些尾音的部分 然後就喔老師這樣 我也要這樣才可以 然後就變得 模仿你的那個樣子 然後也是因為你 我才開始聽 爵士 真的喔 然後你告訴我什麼歌好聽 然後我還去找 找那個歌 真的啊 有一首歌叫Summer什麼 我忘記了好喜歡 我才開始聽 喔原來爵士是 是這個樣子 是這樣的音樂 好像很多都是來自於生活 很多即興的東西 然後像你這次的記者會 小姐姐回來說 欸你們老師 他對你就是對你那個 在不絕口 你都不用講話 你都一直唱一直唱 沒有啦 有時候是信之所知 並不是每一次 你上上個禮拜的表演 也是一直唱一直唱 也沒有啦 有時候就覺得想講話就講話 有時候感覺是這樣 有時候你也不知道 你有沒有事先說 特別去計畫 但是事實上是要被計畫的事 有時候就是信之所知 可是我覺得你每次的表演 每次要幹嘛 都就是好像就是 也不會緊張 也不會 會啊 怎麼會不緊張 你看起來就是一個 不緊張的人啊 還是會的啦 還是會啦 多多少少啊 那這一次就是 這個專輯歌了 這麼多年 離上一張 其實之前還有一張 叫做 After 75 years 就75年後 就是一個比較 像是我的一個 真的是用爵士方法去唱 中文的經典的歌曲 那可惜那張就是可能比較沒有 什麼記者會 所以不是很多人知道 宣傳 那一直到這一張 可能就比較清楚 這樣 對啊 有再次喜歡喜歡我喜歡出來 就是受到很多人的那個 很多人都在說 這首歌很特別 謝謝你 對啊 好 那你這一次回來 台灣有沒有準備 你的宣傳其實是多久的時間 我覺得到5月23號吧 我就要回去了 就要回去了 是的 我知道你要去跑馬拉松 但是我不在家 你就選在那個時候 等一下 你5月23號回去 我還在啊 真的嗎 嗯 你到什麼時候 我5月25號才回來 好吧 我們可以在紐約見面了 終於 我剛剛想說我要去紐約 然後他不在紐約 好奇怪啊 其實 你知道嗎 整張專輯裡面 我非常喜歡這首歌 你寂寞嗎 缺愛震風 你缺愛嗎 其實很多人是在這個狀態裡啊 那你為什麼那時候會 有這個靈感寫這首歌 什麼叫靈感 那是真實的我 我缺愛 我寂寞啊 是不是 那所以這是什麼時候寫的 就是在 離開台灣前寫的 你剛才 好好聽喔 你說離開台灣的時候寫的 所以那個時候有情傷嗎 也不是啊 就是 就是覺得好像一直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大靈女子 這種主題啊 對不對 到35歲現在還覺得說 怎麼樣 我就是大靈女子啊 可是 你回歸到15年前以前 大家可能沒這個那個啊 所以 我老爸 現在可能在聽 就是你們那時候 一直在那邊催我要結婚 跟什麼 然後我覺得 你讓女兒壓力太大 我就覺得太恐怖啊 我覺得 我要去 我一定要逃走 所以你就 放逐自己隨便啊 所以你就 就是到一個地方就是 我們覺得自己怪怪的 可是到那個地方 我們不覺得自己怪的地方 所以你就直接就 好吧那就去紐約了 對啊 就想找一個地方 可以不用開車 那就去坐地鐵 好像就紐約好了 就這樣 就這樣 你看他有多隨心 如果你們有在看我們 HeadFan的直播 你就知道他連講話 他的手就是會一直擺動 跟他唱歌是一樣的 你也是啊 沒有啊 我做得很好欸 沒有啊 你跟我差不多 哈哈哈哈 好我們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回來繼續聊 好 我跟你講 我就很喜歡這首 我很喜歡這首 缺愛這後裙 大家可以去提一提 基本上你是喜歡這首 你也是 你缺愛是不是 你也是那個小小怪怪 這首歌真的很好聽啊 我還喜歡文化音樂 你知道嗎 你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你還送給我一個那個 什麼 你送給我一個 精油的一種燈 記得 然後你送給我 對我自已 到現在還是很小 然後寫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 然後你很可愛 你就把你的 真實的那個感受告訴我 我的天啊 然後我那個卡片 我到現在還都還留著 天啊 我寫 老師你現在不要拿 把它拿出來 我要回家翻箱卡片 好像邪屬 東西 我確定因為那是有溫度的一張卡片 它不是那種就簽了名 然後就 你是真的寫你心裡頭的想法 對啊 感受 你怕你忘了 因為我很想進你 嗯 然後你就寫給我 然後現在我都還 我都還補存著 應該是在某一個餅乾盒 裡面 是真的這樣子啊 天啊 阿公害羞了 不關心 真的耶 對啊 你不覺得很 那種 我想要問 現在沒那麼多了吧 有 有 老公現在可能還在 沒有 可以跟老公拿招呼 他如果他有在看嗎 沒有他沒在看 他一直很堅持說他有在聽 可是他根本聽不到 我跟他說叫他去看 HitFM的Facebook的Live broadcast 他聽不懂 所以他還是沒在看啊 沒關係 因為這個 他只是覺得他有在聽 反正可能等一下我們結束之後 他 你還是可以把那個連結丟給他看 好的好的好的 這沒問題 其實也很高興啊 你看 你現在這麼的成功 沒有啦 我只是沒有死掉而已 你要向我看齊啊 我從上個世界 唱到這個世紀啦 你看吧 對 漂亮啦 好等一下要問 關於唱歌 最近聲音實在太遠了 為什麼 你是不是因為氣候 是天氣的關係 是因為 是因為你覺得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就這樣子 OK 那還會回去之前 還會有一些見面會 喔沒有 現在就是 這週最忙的把他忙完 喔就是電台的通告 好 好看喔 好看喔 你看他 你看他 他小孩都是這樣 我那時候去上課 我就覺得 老師這手好長 你不知道我是那個嗎 蛤 八條 他就在一直笑 然後手就一直這樣 老師就會一直這樣 很開心 然後就在那個 俊傑的家裡面 就一直這樣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可是我們就是很開心啊 很開心 很開心 那個時候是真的好開心 很開心 而且那時候我教到你 我也好開心 老師當然有跟我講 然後我就覺得 老師 是不是我也有跟你講 有教到你我也很開心 沒有 老師說 只要教其他同期的 他就覺得 誰誰誰 你怎麼不能說 你不能說 現在沒有了 沒有 都不在了是不是 沒有在發唱片 你在直播嗎 現在都會卡掉 沒有 他們不知道是誰 小本本 递過去 我跟你們講 那老師會講這種話 老師一定是 沒有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知道 他以後將來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因為你知道嗎 那種很 不知識的靈活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很棒 又要開始了 喔 要戴了嗎 大概20秒 好的 我的鬧鐘 也不知道要再想 最後一次了 不知道等一下會突然想起來 這一次比較悅耳 不是尖叫 sorry 就是那麼日常的一種直播 剛剛老師都已經 Facetime他老公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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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有啊 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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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азные 對 這件事情有些人會把它當成 可能每一個時段不一樣 就覺得好想好想要發照片喔 就是一個就感覺他是 比較年輕的會希望 他有夢想 然後當你開始會唱歌好 等發新了自己的專輯的時候 那個時候對於唱歌的感覺 會跟一開始不太一樣 但到現在就是你再有自己的作品 而且你在裡面一開始就開頭說 我現在已經50歲了 現在才開始 我就覺得 對那是一個我還沒有經歷的過程 對 因為就是好長一段時間 沒有跟你聊天 以前我會覺得我要聽你的 你說什麼都會說 原來有一個老師在那邊 我已經到了紐約去了 我好像身邊沒有一個老師了 就不知道怎麼樣去看他 那不知道 那現在才看到你 哇 你說 喔 原來50歲 對於唱歌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感受 很想知道 其實 你雖然叫我老師 事實上 我其實這 過去這15年在紐約 我覺得我也看到很多的老師 因為那個時候離開台灣的那個我 我已經覺得 我已經到了一種 我沒有辦法的進步了 我已經就是一直在演老師 老師 可是事實上我是誰 我已經搞不清楚 唱歌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離我很遠了 我一直不停的在訓練 可是我已經自己 我已經不知道我在哪裡了 所以我覺得到了一個很大的一個環境 去聽到那麼多很優秀的一些音樂家們 你會慢慢的把這個事情當成一個就是說 功利主義的那個東西思想 就會慢慢的把它放掉了 你會覺得說我真的是要去make art 因為那邊的人其實對於 因為一個國家聽音樂 每個人將來就是說 音樂這件事情是家家戶戶的必備品 每個人都玩得起音樂的時候 那人口就是會這樣子 變成一種業餘的消遣或是什麼 很幸運的 你如果剛剛好有天時地利人和 你成了 那如果說你不成的話 你就要為這個事情覺得說 我怎麼紅啊不紅那些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已經再也不會再來 bother我了 因為我覺得我 我現在應該是很面對說 我為什麼被賦予的這個能力 然後我以前就覺得好像 為這個事情 一直覺得很想把它給拋開還是什麼 可是後來真的覺得說 其實音樂其實是跟你的生命 是可以在一起的 你年輕的時候 你曾經是為了愛痴狂 為了這些很多的這種 這種這樣子高高低低的那個過程 可是你忽然覺得說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就是說能力的話 如果說你已經 到了這個中年的這個時候 生命其實不是只有 年輕時候 你對情情愛愛的那些事情 你會 會一直不停的發現說 哇 如果到了現在這個年紀 好像 很多不一樣的事情來了 比如說 你會開始覺得 欸 我怎麼開始長白頭髮了 啊 這以前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然後你就會開始一直在想 喔原來音樂是伴隨著你的生命 一直這樣子走 並不是說音樂只有年輕 要去給年輕的 那個東西是到 到這一陣子 我終於才悟出來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說 我就是老師 我覺得我到一個更大的地方去看 然後才覺得說 哇 我好渺小啊 因為有好多這麼優秀的音樂人 然後這麼的 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音樂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好 我在那邊有認識一個樂手 然後他是 大概出生 大概八歲的時候 剛好有一次感冒 就耳朵 就聾 就是 聽力就是 就是 他就是得 從孩 兒童的時候就要帶助聽器 嗯 可是你知道他已經跟我差不多年紀了 你知道截然一生 什麼都沒有 他因為我有問過他 他就說 我今天如果真的決定我要做一個樂手 我已經把這個錢的事情就放一邊 我可能就是去做一些 能夠讓我維持我生活的事情 然後他說 但是我現在的聽力已經越來越不好了 我決定要在我 完全喪失我聽力以前 我要把我想要的音樂全部做出來 你知道很多人是 他對真的事情是 這樣子 這麼的 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不斷的在挑戰自己嗎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我在那上面 我看到很多 有太多優秀的人了 而且他們都是非常的謙虛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這世界好大 厲害的人好多 有時候覺得自己好渺小 有時候你當時 因為你看到那些那麼厲害的人 你會覺得自己 唉 甭唱了甭唱了 就是會有那種心靈 你知道嗎 那種文化的那種激盪 把你這樣 弄得其實自己是 剛去那是很痛苦的 因為你不曉得說 哇 怎麼會有這樣 所以你會開始去認 你的DNA在哪裡 你到底是哪裡來的 你知道嗎 真的 真的覺得 因為你知道嗎 你唱歌 聲音絕對會 隨著你的年紀 越來越不好 可是因為我如果是走這個 比較絕世的東西 因為它是生命 聲音的那個 它就是紀錄你 那個時候的你 好像就是一片一片一片的 嗯 因為你在 你在專輯的內頁裡面 就有講到生命的厚度 是的 我們剛剛有聽到一些歌 你剛剛說 那是你在離開台灣之前寫的 有一些自己的心 心境 嗯 就是因為遇到了一些事情 好像因為那樣子 所以你才有那些感受 然後把它寫下來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擁抱挫折 擁抱失敗 因為那個當下 因為你年輕的時候 你會看不清楚 你就覺得哎呀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那樣 為什麼不愛我 對 沒關係 現在就覺得 啊 謝謝 因為就是因為這樣 它改變了我 可是因為年輕的時候 你是真的 沒有辦法去體會 那現在就會覺得說 啊 其實真的好 謝謝那個時候 有那種讓你覺得 很痛苦的時候 覺得這樣也蠻好的 要不然就是很順啊 這樣也不錯啦 是不是有一句話 就是那些打 就是 無法打敗你的 會讓你變得越來越強大 是尼采說的嗎 我突然想到這一句 嗯 對不起 我才說是不是 沒有 我好像 因為就是我記得 有讀過尼采說 這樣子那句話 那些打倒不了你的 它就會讓你變得 越來越強大 對啊 應該是這樣子啊 我們現在聽到的 這一個首歌 叫做琉璃光 哎呀 跟言訣合作 啊 對對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啊 基本上是因為它 嗯 應該是前年 他到了美東的那個 去去演出 然後因為 言訣的上一張專輯 就是我幫他製作 就幾乎是一張的 的那個曲子 那所以他來 他來的時候我們就 我先生就跟他 在後台裡面聊天 然後他就一直說 還有沒有一首歌 可以讓我製作 可不可以 然後在我完全不知道 的情況下 我先生已經把這首歌 就寄給他 哦 真的嗎 你還不知道 你老公就寄歌給他 對 他已經寄出去了 我說啊 你就 你就這樣寄出去了 我說對啊 然後言訣就說 我可不可以幫你製作 所以這一首就是 唯一的一首 他用了他的聽 哦 對 所以也是很好的 因為我覺得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 是現代佛曲 我覺得他弄得很好 就是連管樂在裡面 你說 因為這首歌叫做 琉璃光 對 那你就是這樣會有 你想到的就是那些 色彩 但它不是非常利的色彩 它是柔軟的 然後是流動的 對 我覺得他整個編曲 就是我當然 不那麼懂爵士 但是因為他的歌 聽起來你就會 有一個帶著flow的那個東西 在你的腦袋裡面 這首歌讓我聽起來 這樣的感覺 其實這首曲子是這樣子 琉璃光其實是 佛家裡面的一種 就是 好像 一個快樂的淨土 還是 就是那種 讓你得到很大的快樂 那其實這曲子 就記錄你從黑暗到光明 那個過程 然後你 得到很多的這種 這種 領悟 領悟 對 對生命的一種 一種領悟 所以其實也 所以我說現代佛曲 哈哈哈 可以 去買 未來摩登喔 你就可以知道我說的那個 流動的光的感覺 還有現代佛曲的感覺 我沒有要老師走的意思 因為我還 因為我真的太久 沒有跟他聊天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留你 再留一下下嗎 當然 好 好 好 結束了吧 還沒 什麼 我演的全部都結束了 都要兩首啦 好棒 好 其實我剛剛也 我那個 琴哥只想唱給你聽 我也很喜歡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那個人 哪一張只給你 然後要你唱哪一首歌 你有這種經歷過嗎 哈哈 沒有 沒有 單單唱到那些 就是你每次唱都很痛 然後大家都很想聽那首歌 然後 好 好 好 所以你在唱可是 你人羽毛飄到哪裡去 是啊 請問有人 就是有一些 網友提問的嗎 看一下喔 她們覺得可能我們的世代隔太遠了 哈哈哈 你要不要喝水啊 你要不要喝水 好啊 都 我那邊有一個保溫瓶 幫我拿就好 老師連動作都好有節奏 老師聲音好有魅力 國色天香包 有人說包包好美 什麼包 你剛介紹的包 國色天香包 國色天香包 你們不要只說包包漂亮好不好 他本人美到這樣子 你們 好軟Q的老師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 沒有 你幹嘛這樣 不會我覺得那是一個 靠谷 哈哈哈哈 老師笑聲也是狂 哈哈哈哈 你是什麼狂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可能就是從那邊學來的吧 哈哈 欸 學上課 學什麼 學老師笑啊 哈哈 這 這樣是不可以發聲 哈哈哈 老師 那時候 之前 你記不記得你叫我開 開賞 什麼嗎 一點點酒 是你教 你說一點點就可以 然後我就 好好好 然後我有一陣子 就真的有在 對不起我沒有教過他這個 老師眼妝好好看 我剛剛一看到他 我就說了 畫得超好 我剛剛一直在看 是你自己畫的嗎 那漸層也畫得太好了 吧 他自己畫的 我想學 不用 這個漸層超美的 好好笑 你剛剛想到哪裡 我怎麼有教你說要喝酒 有啊 你說一點點可以 不用太多 就是 進去一點點 進去錄音的時候 進去錄音的時候 然後你還說 沒有 老師 好像安傑莉娜球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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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來一杯酒唄 有喔 有喔 怎麼這麼好笑啊 有喔 好啦 那個人是誰 跟他說愛他啦 愛他 愛他 喜歡喜歡我喜歡 好 怎麼這麼好笑啊 合唱 欸 欸 這個是GJ耶 喔 我 喔好好 老師平常聽什麼 你平常會聽什麼 亂聽 還是你真的只聽心 不聽 做飯的時候我就把爵士樂電台打開 然後我就這樣了 你就真的就是爵士啊 嗯 所以 不然你要唱什麼 來啊 來唱什麼了呀 很多人說他們都唱欸 唱什麼了 唱一首我們都會的歌 喜歡 喜歡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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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首大家知道的 現在怎麼唱 怎麼唱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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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上課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唱片行 我們要去買卡拉帶 就是那時候滾石台自己有出 嗯 然後我還去買 然後上課 老師今天要唱什麼歌 然後我就拿給你 就幫我放 然後我們還 我其實我還唱 對然後我們就弄卡拉 然後看歌詞 然後教這個 超級 我唱了一首超靈的歌 什麼歌 陳淑華 詩樂圓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選這個欸 哇你為什麼要唱這個成熟的歌啊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欸 對啊 後來我 後來我 死了 後來我就改 就是 就去自然捲之後 齊哥就有告訴我 應該要怎麼樣的樣子 所以我唱法 又就再改變一次這樣 好 他想要 幫你什麼事 没有 我 我 沒有 我們居然剛剛在廣告的時候有喝 就就是在講 有喝酒 不是我們沒有喝我們喝水 你知道有一種酒 它喝起來就是會有絲綢的感覺 它不像冰酒 它的證券的名字我忘記 但是它喝起來是絲綢感 你看它那個 就有那種感覺 就像你脖子上的絲巾一樣 來吧 這個時候十點三十四分聽這首歌實在太適合了 這首歌叫做午夜後的法國香送 但如果你們想聽的話 我真的建議你們去買未來摩登佬這張專輯 因為我們現在要聊天啦 而且你知道一堆網友在那邊說 好想要聽老師唱歌喔 對可是我們後人之前要唱什麼來著 對啊 對不對 上個禮拜就叫你們去看老師表演囉 好想 我們剛剛上一段有討論到了關於唱歌這件事情 唱歌跟生活就是息息相關的 我剛剛有人問說老師你平常都聽什麼歌啊 他說他說他不聽 但他又說我做菜的時候就是會開著爵士的電台這樣聽 所以老師最喜歡的就還是爵士音樂 那我覺得爵士他有一種不受拘束很自由的感覺 那一聽到你就會整個人會隨著他的旋律跟節奏擺動 嗯 其實是這樣子喔 比如說你說好 你就說爵士音樂 你說什麼是什麼叫做唱爵士 其實它是跟你 你的生活歷練是有有關係的 比如說你可能年輕時候你唱這首歌是同樣一個曲子 可是你可能隨著年紀的這個增長 你可能對這曲子你在拿回來唱的時候有不太一樣的一種詮釋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能夠在一個格式裡面 然後你可以去創造同時在創造的一個音樂 那我當然是說我比較偏那個系列啦 那所以做法比如說樂手啊 大部分基底就是他們本來就是爵士樂手 那你就說比較旋律什麼的啊 我還是覺得說偏好 我覺得比較 我比較喜歡有好的旋律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嗯 這個怎麼樣子去唱它 那是因為隨著你的生活的一種一種歷練 比如說你現在年輕的時候 你就是喜歡唱蹦蹦跳跳音樂 那是OK的 對 那隨著這個時間對不對 你就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覺得說什麼東西是可以永恆 對 所以就會對這個事情會不會覺得比較想要做一個 比較能夠經得起時間的這個考驗 當然這個也是要取決於聽眾的一種 就說他們覺得 比如說我自己覺得說我要做一張多怎樣多偉大的唱片 也不是這樣子 就是看大家的一種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時候對這些事情我就覺得我只是很誠心的 在這個時候我想要表達的 就是說人到中年的時候我對生命的一些看法這樣 你是一個樂觀的人嗎 你看出來是 以前會覺得比較比較比較就是悠悠悠悠悠這樣子 可是外面外面看不出來 因為我就是覺得 看不出來 如果人家看到我 就溫度如果到了我就開開心心的 對 然後基本上人家就覺得他很好笑 就跟你差不多吧 你應該也是那麼好笑的 所以我就想要知道是你的生活啊 因為聽了這些歌 你就是看了你平常看不出來 但是要聽到你的歌的時候才會知道 原來你心裡面也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 然後有受過傷的 不然你唱寫歌來是沒有辦法 就是唱要不然你怎麼感動我們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歌手啊 我都跟他們講說 其實就是你去磨練你自己的生活 你這樣唱出來的東西才是 對不對 有 我那個時候年紀很小 然後唱片公司人說去談戀愛啊 對啊 你不寫一彈謝謝他們嗎 然後一彈就會寫了 原本都還不會寫 我那個時候怎麼寫歌 我都完全不懂 謝謝他們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你現在的生活的樣子呢 在結婚之後跟結婚之前 你的人生有改變嗎 當然是改變啦 而且我覺得 你知道我先生他是一個很支持我 就說 他一天到晚就說 你不能浪費天分 你要繼續做唱片 我就跟他說 哎讓我想想吧 我想 不想弄啊 可是他說 不行不行 不能怎樣怎樣 一定要怎樣怎樣 所以我就說 啊 好吧 因為 其實啊 可能也是在那個地方 你看到很多那種 哎 都已經七八十歲都還在唱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把這事情 當成他們一輩子要做的事情 有一次我記得我去一個 呃 也是一個 open mic的一個一個場所 然後就看到一個老太太就煮著拐杖 然後就這樣慢慢的走走走走走 然後就把那個拐杖就放在那個三角鋼琴上面 就掉在哪裡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我老公就說 哎 看他 那個以後就是你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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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已經看到你以後的樣子了 哈哈哈哈 希望你可以一直唱一直唱下去 啊 就看啦 對啊 因為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 就是信之所至 覺得這個時候覺得想就做 對 然後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那就安靜一點 要啦 因為這張專輯裡面有一些歌 我剛剛問你說什麼時候寫 你說那時候是離開台灣寫 其實已經很久了 是啊 我覺得我反而 我聽完這張反而已經在期待你的下一張 沒有沒有 要 拜託 沒有沒有 我現在已經沒有想這種事情了 我覺得就是順著走 會發生什麼發生什麼 沒有的話 沒關係 就這樣 哦 我知道 對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那天去超市 買菜的時候有一個人 你買到什麼 我買一些東西 然後那個 你跟超市 這件事情有什麼 你們跟超市有什麼連結嗎 有 他跟我說他的座右名 什麼 他就說 如果 你要 幸福 嗯 你就要隨和 嗯 如果 你要快樂 你就要隨緣 哇 你在超市遇到什麼人啊 一個 我就 就是一個 怎樣 他有P字給你嗎 有寫了兩個什麼 什麼對聯 我真的聽他講 我想說 為什麼他要這樣說 因為他 也是一個 可能已經 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他這樣告訴我 然後我剛剛 你剛剛 我不是意思說 不是要說老師大 但 老師年紀大 我的意思是要說 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有一種 隨遇而安的感覺 對啊 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就這樣 開心 然後就 就唱 開心樂就做 對啊 就這樣子啊 開心樂就寫歌 然後希望 你現在聽到這個 蔚藍摩登了 你們現在聽到 如果是年輕人 最好把這首歌 換給你爸媽聽 老老老 對 尤其他們一天到晚 在你那個耳邊唸你 啊 你不要再怎樣 你不要再怎樣 就叫他們自己 把自己顧好就好 對 因為母親節快要到了 買一張送給你媽媽 媽 聽一下 就跟媽媽一起 老老老 對啊 然後就說 不老不老不老 對 未來摩登老 非常開心 今天可以訪問我的老師 她叫做Macy 我今天非常的榮幸 上我的這麼 這麼紅的學生 我好虛榮 你都不知道 我好虛榮 我現在可虛榮的 我真的很愛你 我也很愛你 因為是真的 其實我要跟 聽眾朋友們分享 我那時候交到 魏如萱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這個女生 將來一定會紅 真的 真的 因為她是本質 她是 就是 有那個藝術的 這個東西在 她是有那個 很好的一個 就天生的 我 我不知道怎麼辦 但 我會努力 因為我其實 我有時候也會有 那種想要放棄的感覺 但聽你這樣講 然後聽你 繼續這樣快樂 像小鳥一樣唱歌 我也希望可以 繼續在你的後面 跟著你一起去 飛飛到很多很遠的地方去 好吧 來紐約吧 好 好 希望大家可以去買 Macy的 未來摩登堂這張專輯 在買之前 你可以先去她的 那個臉書 按讚 哦 對 未來摩登堂 讚 其實事實上是這樣的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這張唱片是所有 很棒的 爵士樂手 是現場錄音 其實買CD的品質 比你在網路上面 下載音樂還好 哦 對對對 所以那個音質啊 什麼的 都是一件 你知道像我們這種啊 在做的時候 還是 好 重來再一次 我們弦樂都一點點而已 像這種爵士的 就是 他剛說 老師說到一個重點 他不能打斷 他們有一個flow 所以是現場 現場同步 對 你看 你看 而且 我聽你在唱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 從來 你好像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了 然後你也不會太去追求很細緻的那個 然後你包括有很多的呼吸聲都是很自然 就真的好像就是你在我前面唱歌給我聽 哦 當然因為這個就是現場同步的意義 因為這種音樂你就是一定要這樣子錄 要不然就是全部都錄好了 然後再去對的時候就覺得怎麼樣就是不太對勁 恩hm 對不對 因為 恩hm 這是 就是 這個就是這個系列了吧 對fred 謝謝你 我覺得這張專輯跟你的存在在花語樂壇裡面 你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形狀 哦真的嗎 發出一個非常漂亮的光 形狀 哈哈哈哈 好啊 其實我 其實我 我很渺小 我真的很渺小 我不騙你 Она一直說 Aren't渺小 你知道嗎 但是其實你影響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啊沒有沒有沒有的 可能是我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 干嘛 谢谢老师 谢谢温如萱 谢谢婉婉 我们的重逢太美妙了 拜拜 拜拜 我拿掉 我刚刚都这样一直跪着访问你 我刚一直这样 去买一招啦 脚都麻了 脚都麻了 辛苦了啊 我需要把我的专辑 哦对啊 等我等我 我要拿给你 你还有书吗 有 那你要一起那个吗 他们都说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合作 好 好 我们两个如果在台上会一直笑一直笑 然后很瘦 就一直这样 哎呀 太有趣了 肉肚子了你 还好 我最近没有瘦啊 好 那你去隔壁签名给老师 嗯好 那我们今天要拿走嘛 对 好 来 谢谢 谢谢 我们来看娃娃的柜子到底有多乱 不要这样啊 这样子她才会有动力整理 那个整理 你们看 多乱啊 对最乱的就是我 我要公布你的 公布你的 公布你的 dirty 没有dirty 就是很脏乱而已 chaos 你们看这些东西都是她的 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啊 哦 挂子 没有挂子 你们这挂子就在里面 你看到吗 你看看小姐姐最有多好 你看看 要不然就会在我位置 小姐 对 看看别人的柜子都那么干净 我公布防繁忙 你来的好棒 锅子呢 欸锅子是不是 你等一下要不要展示一下你的锅子 哦好 等一下我先去删几首歌了 一首 一首 没有一点点而已 没有 你要先展示你的锅子吗 然后 诶我还有新关 诶你又有新关吗 我现在用这个 这个诶 好好好 呃等一下哦 呃好 我先找给你 等一下齁 等一下 诶我现在这个直播有点忙乱 怎么办 我去外面有 好像 等一下 好像没有 好啦 呃应该 应该有应该有 我们去找 先拿别人的也没关系 好 怎么办 现在大家都看到我们很忙乱的感觉 我先看到我柜子里面 好 你先去签 然后我来帮你展示你的 诶 我帮你展示你的锅子好了 诶 我帮你展示你的锅子好了 好 我帮你展示你的锅子好了 不是 他杜素 你觉得我们 可能体会也很でき 还有一点 你不需要 做什么 Áمة 我跟着 你不需要 然后 如果 你不需要 任何 就沒有辦法在這個唱片裡面 我現在不睡覺 所以我就想好 然後我試一次洗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很難超痛的 然後就好痛的 挖出來洗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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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齁 我下去哪有什麼 希望跟老師這個 我們現在很忙 很忙在亂播 我找到了啦 請問一下 你還在播嗎 本來想要播 不過那個他簽名給你 結果他一直找不到他的CD 找到了 找到了 等一下喔 你那個是不是有 這是我的 是我的 你會不用找了 這邊 可是你上面是不是有貼條 不是 沒有 我找到一張 好 那你問外還是文型 我貼條 我們自然 我們自然 等一下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把阿姨先刪掉 好 好 你過來 要不要幫你們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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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有一點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切 欸 我這有一點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切 欸 我這有一點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切 你趕快先簽給老師 我就可以切了 可是你不是要展示你的鍋子嗎 你要的一下老師 我現在是最後面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可以比 還是那可以 來來來來 我有比 那個 你新專輯之後再補好不好 喔 好 反正我還會再切片 老師 這送給你了 那你不切 我 因為我還想要再寫卡片 所以我會連同卡片 跟我的那個新專輯一起 一起送給你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是很想把它拆開一點 我拆到這邊 那我去哪 因為只有一個刀片就好了 真的 很日常 真的好日常喔 這個直播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貼 你不是要進去講話嗎 現在有幾個人在看 一百 六 上上下下 欸有人說鍋子感覺可以送老師欸 不要再送老師再給你 我可彈不回去啊 哈哈哈哈 不是嗎 那我家已經有了 是不是鑄鐵鍋 是不是可以拿起來舉重那種 是不鏽鋼鍋 不要 我家鍋子太多了 老師拒絕了 你平常都吃些什麼東西啊 青春永住欸 青春永住欸 竟然有人說很喜歡這樣子的直播 什麼 有人喜歡 今天幾月幾號 9號5月9號 好了 就你啊 對 這本裡面有一些我畫的書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短文 就那些 然後我的新的端節 我會 陌路看的話我再為您送上 聽說那首很厲害啊 你會喜歡 蒼香神經病的 好我喜歡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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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 我有這麼懂嗎 沒有 不一樣 以前我還有問過 特別問過老師說 抖音要什麼時候結束 你什麼都還記得 你知道你怎麼教我嗎 他說就是不可以這樣 譬如說 你有告訴我先拉長音 快要到尾巴的時候 再 然後淡掉 然後淡掉 辣掉 你不能一開始就抖得不得了 對 就是他教我的 對 就是我就記得 不可以太多 蛤 沒有想到 老師 給他怎麼大的影響 欸我要進去的就是 好嗎 好再見 謝謝你 好啦 希望看 24號 好 OK 沒關係 如果 我見到上面 我會在你 這個叫我問我問問你 好 拜拜 拜拜 趕快進去 拜拜 我這直播還不能關 因為他展示他的鍋子 我去拿鍋子 好啦我剛剛就一直在外面拿 小姐姐你到底有沒有關直播 我要笑死了 展示鍋子 大家現在如來看鍋子 等一下趕快看直播 喔好 那個我們剛剛有聽到蘇珮欽跟光良的寧靜海 我剛剛就一直在跟老師聊天 就很捨不得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交換聯絡方式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會在紐約碰面 然後因為我剛剛聊太多 結果我現在接下來還有一些時間可以 繼續聊 這要直播鍋子是不是 好 有 有沒有人要我的鍋子 多久 多久 你這段多久 其實還有一分鐘多而已 要不要重開箱 小姐姐現在 在 那個我們 TFM臉書團 的直播 的直播 然後 太重了 你照 你照他 好啦 在這邊 我 我在那個 什麼 HOME買的 它 24小時 就到貨了 2800元 然後我只用過一次 然後還沒有洗乾淨 我剛剛洗了 就洗不乾淨 很重 我哪有不動 那到底要怎樣才可以得到啊 小姐姐想一個辦法 反正你們已經現在看到鍋子了 我拿出來給你們看 你有聽到鍋子的聲音嗎 好 好了 快要沒時間了 等一下夜貌店的Dennis 他會繼續 陪伴你們 看到了嗎 好像洗不乾淨的地方 好 那 我們來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 讓你們可以得到 我的鍋子 再次謝謝Macy 真的很愛她 明天見 拜拜 這鍋子 這不是普通 可以 砸死人 欸你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 我剛剛也有點不知道這個鍋蓋是怎麼回事 所以你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 點噴 我是不是要寄回去 是不是做煩了 可是它這邊有那個螺絲起子 因為可能這樣子裝會比較好裝 因為寄來的時候會比較好散 你這樣子 體積比較大 就裝不進去盒子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用螺絲起子 把它轉開 然後這樣再把它倒過來這樣轉 這樣就可以拿啦 所以這一個鍋蓋也可以當臉盆 一鍋二用 可以啦 這真的好重喔 不適合女生 然後你 因為人家買東西都會 有一些就是 你這是福利品 福利品就不是全新的嘛 對不對 對 我沒有我 我不用跟我買啦 我知道啊就是 你就等同福利品 等同福利品 等同福利品 你看它有一些髒的地方 我洗不乾淨 還有這個這邊還有一些醬汁黏黏的 我洗不掉 要泡熱水我洗不掉 我洗不掉 我的櫃子亂就算了 鍋仔洗 要送人家也洗不乾淨 好啦 然後還有一個防塵袋 跟名牌包一般 欸我剛剛直播表現怎麼樣 我訪問老師我都 我剛剛真的是 就一直在 就是都有一點 空調的感覺 可是我真的太喜歡他了 我剛剛訪問的 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蠻好的 真的覺得他好可愛耶 就是很溫暖的一個訪問 你知道在一生中 你就是會遇到有一些人 你知道那時候就是 你們都聽過轉類點這個 就我覺得他在我的生命裡面 我好像就被轉了一下 他說過很多話 我都還記得 就教我很多發聲啊 唱歌的方式我都還記得 先看到他真的是 是妳的了 我也很虛容 是妳的在那邊睡睡一點 這是我平常的特色 你們現在看到就是 我平常就是這樣啊 然後姊姊躲起來 不想給你們看 我今天要收書包啊 我今天要收書包回家了 剛剛在直播鍋子這一段 怎樣爆衝啊 竟然有很多愛心 怎麼會這樣 明明剛剛的訪問很溫暖 都只是讚而已 現在鍋子竟然贏得了愛心 你在幹嘛啊 好煩耶 好啦 走啦走走 扛出去啊 我們再想一下看要怎麼送 好啦 掰掰 反正去鬧 欸 先不要傳 因為下禮拜還有送票的活動喔 不要傳齁 喔 現在還不要送票 掰掰 好啦 大家晚安囉 掰掰囉 大家都說 大家都喜歡看我們這種 大家都說喜歡這種 這種直播欸 好啦 再見 好啦 掰掰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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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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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